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 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市 最近发生了两件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一个是在十八大上 新进入政治局的吉林省委书记 孙政才走马上任 在星期二出任重庆市委书记 而另一件呢 则是前重庆大学生村官 仍建宇起诉重庆市劳教委一案败诉 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组香港的记者 海燕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 海燕你好 东宁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 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重庆这位新的市委书记 孙政才他一个最新情况 海燕 好了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重庆这位最大的官 但是我今天的重点呢 还是要谈一下 这个从重庆最小的官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报道呢 新任中组部长在重庆宣布 中央任命十八大上 刚刚进入政治局的孙政才 担任市委书记 香港媒体称呢 孙政才是获得温家宝赏识的 政治局的唯一传人 孙政才呢 今年49岁 是进入政治局的两位 60后之一 他是农业科学家出身 2009年11月 调任吉林省委书记 香港媒体说呢 从孙政才的学术背景来看呢 认为他不会像国系来那样呢 瞎折腾搞运动 但也不像是个改革派 因为毕竟他是敌六代领导人 在官场形势呢 还需要谨慎一些 有重庆的一些学者说呢 在国系来主政下的重庆呢 政府欠下的巨额债务 保守估计呢 起码要用两年的时间偿还 所以呢 新到的孙政才呢 就是还债都要疲于奔命 而且呢 从目前来看呢 重庆的人心涣散 还有不少人呢 甚至怀念薄熙来的时期 所以呢 这些专家说呢 修补一个东义呢 比新造一个东义呢 更加麻烦 东宁 好的 海燕就叫您说 谈完这个最大的关呢 我们来谈重庆最小的关 这个关闲最小的村关 任建宇状告 重庆市劳教委一案 现在败诉了 请您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案件的起因是什么 海燕 对 重庆这位芝麻官呢 叫任建宇 他大学毕业后呢 2009年担任 重庆市彭水县 于山镇的村关 这个村关关不大 但是勇气不少 经常在网上呢 发布转贴一些消息 批评时政 尤其是在当时的 那个唱红打黑 2011年的9月份呢 在薄熙来主政的 重庆当局呢 称当时25岁的任建宇 在网上转发评论 有100多条负面的信息 其中呢包括 重庆搞文革啊 他给予批评 而且呢 呼吁民主啊 支持艾未备的 当局说他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所以决定呢 对他处于两年的劳教 这个案子呢 当时在社会各界呢 其中包括一些中国媒体呢 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今年8月呢 在这个劳教所里的任建宇呢 向法院提出申诉 状告重庆劳教委 对他的劳教决定是违法的 这个案子呢 今年11月20号 也就是昨天 被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 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駁回 不过有意思的是呢 就在备受外界关注的任建宇 状告重庆市劳教委 一案宣判的前一天 重庆市劳教委呢 星期一以不当处理为由呢 撤销了对他的劳教决定 任建宇在被劳教15个月以后呢 当天重获自由 而同时呢 这个法院对重庆市劳教委的 自行纠错行为呢 也表示认可 好的 海燕那么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 任建宇他的御师 还有其他的律师 是怎么看待这个案件的一个判决 还有目前任建宇他本人的情况 又是如何呢 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对 他这个判决呢 受到了包括 他的律师普志祥 在内的和其他许多律师的质疑和指责 他们说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若干问题的解释呢 中间的第43条呢 就明确规定说 这个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而不能提起起诉的呢 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这个时间 不应该计算在起诉期间内 而且呢 还有维权律师在网上说呢 按照这个行政诉讼的基本常识呢 对无效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呢 不应该受到期限的限制 我星期三采访了这个在重庆参加 任劝以劳教申诉案宣判的普志强律师 他说呢 法庭称任劝以呢 在被拘押期间呢 能够打电话 给女友写信 同他父亲会面 所以呢 认为他在收到劳教决定书三个月以内呢 没有提出诉讼的是他个人问题 但是普志强说呢 他曾要求任劝以在被关押期间的会面 但是被当局禁止 这说明任劝以的自由呢 实际上是受到限制的 好的 好的 大家最后一分钟的想请海燕为我们介绍一下 在香港的媒体是怎么看待这个案件 还有后波西来时代的重庆市 像是此类的一些冤假错案 要频繁是不是难度非常的高呢 海燕 对 你说的对 这个普志强说呢 他曾经希望重庆的司法呢 能够往前走一步 就是敦促这个行政当局呢 能够检讨国西来王立军 在重庆期间造成的问题和一些苦难 但是呢 现在看来呢 这个 其实有关部门呢 他们的努力呢 促成了任劍与恢复自由 他认为呢 这是一定的好事 但是呢 他们没有做进一步事情 所以呢 这次裁决呢 说明这个纠正 波西来和王立军在重庆期间的冤假错案呢 还是很有难度的 说明呢 在这个重庆争取实现法治啊 和不乱反正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同时呢 一般的媒体 尤其是香港的媒体呢 也对这个中国当局啊 不经司法程序 就关押民众的这种劳教制度呢 反映强烈 近年来呢 各界呢 都有一些人士呢 不断的呼吁 要求予以废止 这个有香港的媒体呢 就希望通过任劍与这次的劳教案呢 能够触发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呢 废除这个劳教 成为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新政 也就是德政的一个起点 不过这个普志强律师表示呢 他有这样的希望 但是呢 他不敢这个过于奢望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海燕在香港 为我们所做的联系报道